大道城創意街區發展協會 每年與在地商家舉辦秋貨季服裝秀 將傳統部業融合現代時尚 推廣在地平台 這次服裝秀也邀請學校合作 帶來不一樣的火花 景點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也是會有除了我們在地的設計師 另外我們也會跟外面的學校做合作 今年是跟實踐服裝設計做合作 還有傳統戲劇學院這兩個學校 也就是說我們協會做的事情 不是地面照據而已 也是希望除了我們自己本身的人才 讓大家認識跟了解 也跟外界做一個連結 能夠吸引大家 對到這個目光 不是只有你看到的吃吃喝很有趣 它有四季的風險 所以我們今天用收貨季帶給大家 因為秋天是一個收貨感謝平安的季節 只剩幾個月就快要到下一年度 所以這個心情很重要 大稻城曾為台北商業重鎮 茶葉 中藥 南北貨及布業盛極一時 隨著時代的變遷不再繁榮 為了營救產業沒落 大稻城創意街區發展協會2017年開始舉辦 秋貨季時尚服裝秀 賦予大稻城新的特色 平安街其實大家會來這邊 主要都是來買茶葉 逛逛街看看 不知道那個新人看看的表面 那其實對這個布業這個部分的需求 是比較少的 可是大家可能不曉得 其實我們永樂布市啊 它是全台灣的設計師的重鎮 你講做設計的 不管是做室內設計你需要窗簾 還是你製作衣服裝設計你需要布料 你不來永樂市場 你根本看不到最新最長 所以你需要的布料都在永樂市場 以及周遭這邊 所以我們協會希望幫助的是 在物業這個產業上能夠有所發展 除了服裝秀外 在11月底之前陸續也有巧評創意DIY 刺繡藝術及專業製協導覽製作等 提升地區競爭力 展現出文化保存及維護在地產業同時 也能創造新意向 記者溫俊台北報導 指導